如果說生的是比較脆弱的眼周 其實你們還是用專業的一些 顏布的商品會比較好 而且現在顏布商品這麼多 你想要天然的也有 比如說酪梨聽過吧 有 酪梨很好 酪梨眼霜 如果你皮膚真的很乾很乾的人 其實像這個品牌 酪梨眼霜是非常有名的 它是一個美國紐約的品牌 你看它連顏色也是像酪梨一樣 然後你們去試試它的質地 好的 非常非常的潤 它就很適合說就是眼睛偏乾 有紋路 然後甚至有一點點下垂的 就眼角有點下垂的人來用 然後如果真的到冬天特乾的時候 你推開 好醜喔 對 老師 可是天然的 會不會就比較貴 而且還好 不會嗎 是不是很水 對 很水對不對 所以冬天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把它當眼眸 對啊 它好像一個模 對 你就會把它當眼膜 然後你再嗚一嗚它就 就融化了 就沒了 好特別 這瓶是我覺得很建議給偏乾皮膚的人用 或者是有乾紋 然後有下垂的人用 如果說像現在夏天 大家會想說我沒有那麼乾 我只是想要讓我的眼周 得到一些潤澤就好了 你也可以用比較清爽一點點的 像這裡有兩支 一支是馬油 感覺很厲害的感覺 這也是眼霜嗎 對 難怪 你看馬都沒有那個 這個馬油其實是很潤的 但這一瓶它就會吸收更快一點點 對 比較清爽一點點 它也很清爽 但是它又夠潤 比較容易浮腫的人 或者眼睛比較拋的人 你就可以選這個 這個是花蜜眼霜 然後你會發現它這裡有個 現在很多眼霜都有這個 這要幹嘛 按摩 你摸看看 冰冰 我知道就是你第一次下去的時候 它是冰冰看 可是你大概嚕到涼色 它就變溫了 那就代表好熱 你用的時候 你就把它擠出來一點點 然後假設這是眼睛對不對 你就直接這樣按 然後就像欣梅姐講的 剛開始你會覺得好舒服 冰冰涼涼的 到最後你就有點微溫的時候 其實就差不多了 就不要再嚕了 就不要再嚕了 就代表其實你眼霜也差了 按摩也做了 然後就可以舒緩 這一支你們來試試看 它是花蜜眼霜 所以它的重點在哪裡 除了消腹腫 妳寫錯了 跳過了 我最腫好不好 就消腹腫之外 它可以去活化你老化的細胞 讓你的眼周 比較不會出現 我們擔心的一些紋 斑 暗沉 甚至有些人 上眼皮會開始隨著年紀往下掉 對 雙眼皮會變當眼皮 對 你就可以利用它的按摩的方式 把它皮拉 好 所以懂了 懂了 不要再用過度 然後幫你代謝一些老廢角色 可是當你過度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傷害 因為角質是很白 是在保護我們皮膚的 可是你過度的去損耗它 一直把它代謝掉 代謝掉 你皮膚就會變一個裸肉的狀態 它是更容易黑 更容易髒 然後更容易造成一些 你說的那粗粗的 一粒一粒的 然後還有一個動作是 大家常常會忽略 就是你去完腳 其實到底後面有沒有做一些保養 保養 對 保養修護是最重要的 因為它會維持你去完腳質的 那一個有效的期限 對 所以我就會信 去腳質可以做 然後不要那麼頻繁 像你拿那個膜 你那個是有顆粒的對不對 對 有顆粒的 其實我覺得有一種東西 反而是可以來替代 你的去腳質商品 去海邊 鬼沙子 天然的海邊 沒有 就會這種泥膜 它其實是清潔泥膜 它沒有顆粒 然後你就是一樣把它敷著 然後大概敷個3分鐘 5分鐘 你再把它洗掉 它一樣有代謝角質的作用 因為它會幫你老廢角質 利用它泥膜的特性把它吸走 這個 可是它也沒有必要要兩天 沒有 其實一個禮拜一次就差不多了 但我們說後面的這道程序 很重要 保養 對 我最近很喜歡的一個 這個 兩瓶 先拿這一瓶好了 它也是一個泥膜 但這個的味道很舒服 它裡面主要的成分叫蓮花 蓮花是 蓮花有味道 對 你等一下聞一下 有蓮花的味道 蓮花有味道 我不知道這是蓮花 它就是一種清香 可是蓮花它放在保養品裡面 老師你可以試一下這個 它主要是淨化 而且它延展力非常的好 重點是它敷完之後 你的皮膚 老手會變新手 因為它裡面加了很多 是在保養品裡面的抗老成分 所以讓你在膚膜的同時 幫你去改善一些老化的痕跡 比如說紋路 暗沉 鬆弛 所以你敷完之後 你皮膚不緊會亮 你會發現你的膝蓋 跟你的手肘是緊的 然後它敷完之後 它本身就有潤澤度 所以你就算敷完 你沒有擦保濕的產品 或護手霜 或者是護竹霜 它還是很潤 了解